朋友的母亲归医学佛后,大部分时间都去寺庙诵经拜颤,一天父亲突发重病,母亲不去照顾重病卧床的父亲,却说要放下家庭牵绊,以心寻求成就解脱。 其实这位母亲早已脱离佛教大悲为本的基本教义,正是缺乏大悲心的自私我之行为。 正如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,说法,认,未断我执不管他痛苦,这是错误之见,不可能成就解脱。 正确的行为是,把自我的利益放在最后,他人的利益放在前头,不要让他人身心受到伤害,这才是真断我执的修持。 我们当依佛教界,如法修行,才能断除我执,向菩提。